大家好,我是陳老師 歡迎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節目 新冠疫情在歐美發酵 迄今大概滿了一年了 去年的一月在中國武漢封城 二三月急劇升溫 我們當時還舉辦了49天的要是否起安法會 當時真的差一點要了老師的小命了 不過在那之後 中國的疫情也的確退燒了許多 反而是在歐美地區開始延燒了起來 直到現在新冠疫情在全世界 已經造成了300萬人的上升 這個部分還是有記錄的 什麼叫做有記錄的 例如去年紐約的夏天 許多來不及診斷就已經病故的 就不在這個數字之內 更包含歐美地區的一些鄉村地區 診所的醫生不願意疫情在自己的診所內爆發出來 所以也沒有通報病例 這裡面的黑數也是不少 跟黃潤印度、非洲、孟加拉等比較落後的地區 一條人命的陨落 通常不會有太多人去注意 因為在當地要你命的東西 新冠疫情還不是第一名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我們要看到的是 過去一年到現在 我們看到這個疾病流竄到了全世界 究竟是從哪裡開始爆發的已經不是非常的重要 重要的問題是 為什麼這個疾病的流行還沒有結束 這個問題是比較值得去關注以及警惕的 而原本已經平息的地方又為何又開始在爆發呢 是真的如末日論所說的會再掀起一波的高峰嗎 要了解這個問題 我們還是必須從數字上面獲得比較有系統性的信息 所以我們就首先先來看看 我們本週全世界單日新增病例數的金榜排行榜 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名就是我們的咖哩王國 印度的單日新增病例從單日的一萬五千多人 在僅僅一到兩個月的時間就暴增了近20倍 單日的染疫新高達到了273,000人 這麼大量的數字看起來是要佈美國的後塵了嗎 但是老師還是必須說 印度現在的染疫人數可以說是飆破天際 但是以他總人口來看還是屬於相對輕微的部分 以感染比例來說 目前從上多的0.9個百分比上升到1.1個百分比 而印度的疫苗接種率 也在平均每一天270萬劑的速度去施打 不過這是屬於印度的疫苗 這個疫苗是否真的有能夠奏效 或是真的如印度的神片一樣 都靠歌曲跟舞蹈來抵抗 就真的是比較難說了 但是以印度的醫療的實力 疫苗理論上還是會有效 只是程度上的問題 防疫力到底要多少 是目前現在沒有一個基準的 這是一個比較大的問號 而印度要脫離這個疫情的泥沼 還是比較不容易的 因為接近了選舉 以及印度國內的農民工問題 越來越嚴重 所以要能繼續的阻斷 真的只能靠棍棒跟手段了 而目前印度的政策防禦就是實行的是 比如說首都 他是有時時宵禁的 但是以印度的生活模式來看 恐怕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 可能唯一的手段就是一天能夠打到1000萬劑疫苗 而且至少讓一半的百姓在這半年之內至少可以打一劑 那麼這才能真正的有效遏止他的蔓延 現在就是看到底是一秒能夠打多快 還是蔓延的速度比較快 這兩個之間的速度的差異點 那麼第二名是誰呢 第二名是準歐盟國家的土耳其 土耳其這個國家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土耳其人就是當年從戰國時代一直到漢唐時期 中華文化最大的北邊外患 匈奴帝國也就是突厥人 在與中華民族戰敗之後不斷的遷徙 最後跟東羅馬帝國的歐洲人開始進行了通婚 才產生了現在的土耳其的人種 所以草原民族的一種飄悍的基因 也流淌在土耳其人的血管裡面 而這次的疫情也開始在土耳其也奔放了起來 目前土耳其單日新增的病例數 上修至每日5萬5000餘人 這個數字對於人口僅有8200萬的土耳其來說 就是非常嚴峻的數字了 想看看如果台灣每一天都新增13000多個病例 我們的社會會恐慌成什麼樣子 這個比例就是土耳其現在面對的數字 不過土耳其現在還不至於大恐慌 但是它的一個風險性 風城的風險性大概是比較大 而土耳其現在疫苗也不大充足 但是每天它還是能夠達到20萬劑左右的疫苗了 雖然是有點緩不及急 但是至少它有開始施打 而它現在燃疫數字 老實認為它也差不多接近頂點了 慢慢可能會有緩和的機會 這個是比較大的 而且現在土耳其可能會恢復過去的防疫機制 以控制它的疫情的存在 那麼第三名是誰 第三名就是巴西加年華茲國 巴西的單日燃疫人數波動比較巨大 不像土耳其它是比較固定的 不過根據預期來看 低檔的時候大概是當地假日的時候 所以回報的數量會比較低 而在一般時候單日的燃疫數量又比較高 所以單日最高的數字是在7萬上下徘徊 而周平均的數字也是落在63000多例 但是有時候它會降低到5萬以下 甚至到4萬 所以說它排在了土耳其之後 這個數字也是比較有趣的 因為數字的突然的固定住 就顯示裡面的疫情 或是它的案情有點不單純的地方 後面的變化跟反覆 就值得繼續去關注它 但是畢竟巴西現在正在積極的打疫苗 平均每一天比土耳其多太多 它可以打到100萬劑 這對於控制住巴西的疫情是非常有利的方向 這也是因為巴西在美國大選落幕之後 美國政中的特朗普他確定落選了 巴西的總統他的風向也開始改了 起風了 開始願意跟中國以及俄羅斯來交手 所以能得到疫苗的援助 這也是原因之一 政治外交就是這麼一回事 他沒有永遠的敵人 當然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第四名是誰 第四名就是神之子的國度 美國目前的單日新增病例數 是屬於比較穩定的範圍 也就是控制在4-7萬這個區間上下的震盪 注意老師用的是震盪而不是徘徊 因為有些天數他僅僅只有4萬多里 但是也有標迫7萬多里 但是並沒有這麼的高 但是平均下來大概就6萬多里 但是以現在來看一直往下降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所以老師把它排在第四名 而美國的疫苗施打速度也是維持在很穩定的數字 每一天至少都有300萬以上的美國人 進行新的疫苗施打 也就是至少他打了第一劑 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 美國已經完整的接種疫苗 也就是兩劑你都施打完成的人數 已經達到接近9000萬的美國人 也就是說什麼 至少25%的美國人都已經獲得完整疫苗的接種 按照這個速度 美國又在6月會如老師之前的預測 基本上恢復到疫情前至少一半以上的經濟 這個問題似乎是沒有毛病的 而老師也會預測在陽曆4月的時候 單日新增病例會在8萬以下 這個也算是應驗了 5月老師之前的預測是在他的5萬以下 目前看來失嘴的機率也不會太高 而後面要注意的就是 美國既然撤出了阿富汗戰區 後面要在哪些地方繼續開始點火 來煽動仇恨跟戰爭的爆發 這就必須密切注意的 畢竟一個有建國200多年的國家 他僅僅只有16年沒有發生戰爭 這其實也是他們立國之本 沒有對錯 但是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密切注意 但是針對疫情部分 當美國人完全的打了8成以上之後 是7成的開始 那麼疫苗往歐洲國家 或是其他他要去談判的外交的對象 不斷的抑注這些疫苗這個機會就比較高 到時候世界恢復的速度當來也會比較快 那接下來到我們第五名 第五名是法國 法國是浪漫式的防疫 讓他繼續的穩居歐盟區的染疫冠軍 除了不用上學之外 其他的你愛幹嘛幹嘛去 屬於比較有意識的民族特性 而老師在上週在說到法國疫情的時候 有說過法國當時最高的頂峰 是在每一天當天新增病例出達到了11萬人 但是基本上不會一直維持高峰 這是上個禮拜我們的預測 這一週應該就會下降下來許多 那麼各位可以翻上禮拜的我們的週報來看看 也可以知道 那麼果不其然的 現在法國的疫情已經下降了蠻多的 已經降到了最高4萬3千例 但是也是持續的下降 最新的單日新增病例數也只有2萬多例 週平均也降了3萬多 只降了3萬多例而已 在這樣的數字之下 未來即便會有反覆 也不會回到了最高峰的11萬例 但是法國疫苗接種數字還是低標 每日只有20多萬的接種率 這個是還蠻低的 我們只能說他聊勝於無 至少你有去施打 總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但是要得到法國穩定 可能時間會拉的比較長 不是他們控制不了 而是他們不想控制 這個是比較需要去注意的一點 第六名是誰 第六名是伊朗 單日新增病例數也維持在2萬1千例的上下 以預測是差不多的 未來雖然會有些反覆 但是標高的概率不會太高 主要還是因為伊朗跟中國以及俄羅斯的關係 所以未來疫苗的來源會比較能夠掌握住 這也是一個關鍵之一 第七名是歐盟的老大德國 德國本週平均單日新增病例數約為2萬人上下 這個要受到控制其實還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德國人的防疫疲勞之下 那個脾氣忍受不住了 所以說你要讓他的染疫數快速降低 還是有一點難度 但是在德國可以取得的疫苗 他逐漸寬鬆的前景之下 理論上德國也可以在夏季結束的時候 獲得很好的國內疫情控制 第八名是誰 第八名是哥倫比亞 單日新增病例數也在1萬6千上下的徘徊 這個數字要再度飆高的機率不會太高 主要還是疫苗的來源 未來會比較寬鬆 所以要陷入了失控的狀態也是比較難的 這機率是不高的 第九名是阿根廷 別為我哭泣 阿根廷基本上 與哥倫比亞的單日染疫數也差不多 但是他比哥倫比亞少個幾百例 所以名次也差不多 狀況也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第十名是誰 第十名是意大利 意大利的單日新增病例降至一萬兩千多人 算是一個不錯的發展趨勢 未來可能會緩步的降低 以上就是我們單日新增病例的全世界排名前10強 從我們這周的世界疫情報告來看 整體來說 世界的疫情往降低的發展來看 因為除了印度 其他地區的新增病例數都已經受到控制 也趨於穩定 印度的問題 相信要突破美國的最高峰 他當然是有機會的 但是要完全失控就比較難的 主要擴散的原因 是因為印度已經沒有辦法再強制進行封城 否則印度餓死的可能會比病死的還要多 第二點就是印度本身有疫苗可以施打 他不用依靠白種國家或者是黃種人 比如說像是中國 就可以自己完成疫苗的研發跟施打 這就跟人生一樣 我們在社會尋求機會的時候 主要還是基於自己有多少實力 印度有這個實力 所以說他有機會去控制 我們自己有多少累積多少實力 我們未來遇到的基運 也就在我們自己的掌握之中 基運要記得一句話 基運他是隨機的 但是能力是靠累積的 請各位現在要畢業季了 你的能力在哪裡 要自己省時奪市一下 其他地區燃獄狀況 比如波蘭 波蘭也是去下降的趨勢 單日新增人數與意大利相差不大 也只有幾百例的差距 所以大概1萬多例上下 而菲律賓目前每日新增的病例數為1萬例上下 這比年初大概增長了3倍有餘 但是他的疫苗也在逐漸的施打 雖然不多 但是有進行了 每天還是有多達20多萬人來接種 這對菲律賓來說是比較困難 但是他有進行的事情 而在南海之間的爭議的關鍵時候 很有趣的發生 美國你要求菲律賓去跟中國叫板 去跟他對抗 但是你卻沒有給菲律賓足夠的疫苗的恩惠 那麼反而是怎麼樣 反而是要你當他對手的中國跟俄羅斯 再出口疫苗給菲律賓 這個外交有具王道跟霸道 其實時間一久大家就會看到 這個難有哪裡不一樣了 而自有疫苗的俄羅斯 單日新增病例就在8500例 以俄羅斯的人口以及土地的面積來看 要失控就不是這麼容易的 更別提他們自己有疫苗可以打 狀況是可以完全控制的 而歐盟的荷蘭就不是很美妙 單日新增病例已經達到了8500例 對於人口比較少的荷蘭來說 這個數字是非常糟糕的 各位要知道 荷蘭的人口他僅有1700多萬人 比台灣的人口都還要少 他卻有這麼高的染疫數字 這是非常可怕的 而美國忠實的朋友加拿大 則維持在7600例上下徘徊 這其實主要原因還是因為防疫疲勞 以及白種人特有的自信 或是一種對環境的傲慢 人定勝天 這個也對也沒有什麼不對 但是防疫還是需要靠物理防疫會比較好 但加拿大在理論上 不會再往上新增太多的單日新增病例 否則美加之間會不好看 為什麼不好看 因為加拿大一直挺美國 但是美國你有沒有給他足夠的疫苗 讓他去控制國內的疫情 這就是一個兩國之間的外交 叫恰彈的地方了 而印尼也是降溫到每日四五千例 四千五百例 也不是四五千例 四千五百例 未來應該還會持續的反覆上下 因為生活習慣跟疫苗的缺乏 會讓印尼比較完全難去控制它的 單日染疫的數字 可能還是要往上 至少應該達到七千例的機會是有的 而亞洲的部分 日本就比較可怕了 從單日的兩千五百例 已經上調至每天新增四千例 要說是什麼原因 其實還是在於政治的氛圍跟防疫的疲勞 東京奧運跟他們的大選 這兩個問題可能也是促使了病毒傳播的主因 未來到底會不會辦奧運 這一切還很難說 但是你有沒有辦不知道 但是你要準備 你總不能叫那些施工的建築工人 或是一些貨運商 他們戴著口罩去搬貨 所以這個傳播的問題也是令人很糾結 而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果不其然 還是進入了反覆 單日新增病例稍微上升到兩千多例 雖然老師沒有詳細的染疫的種族的數據 但是基本上應該 可能大概說不定 是馬來裔的跟印度裔染疫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尤其是馬來裔 是馬來西亞疫情最難控制的一個族群 因為他們的生活習慣 在馬來西亞大家就知道了 而英國他現在已經控制的非常好 單日只有1800例 但是要離完全殲滅疫情 還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疫苗他不是百分之百的防禦 打了疫苗兩劑都打完了 你還是有可能繼續感染新冠疫情 這個是不一定的 這是不一定的 而泰國就比較奇怪了 他突然飆升到1700例每一天 不過與其說他飆升 其實老師還是覺得他可能是之前漏爆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因為他們有大量的抗疫規模 而且群聚人這麼多 你怎麼可能每一天只有幾百例 所以現在的數字修正 應該只是慢慢的把它正常化 而南非就有點反覆了 每日回升到1000例上下 南韓500例 以色列164例 也幾乎是脫離疫情的困擾了 在以色列全國八成以上的百姓都已經接種疫苗了 所以說他們的政府已經解除了口罩限制令 你要戴或不戴隨便你 而香港的30例 澳洲就變雙倍成長 本來是10例以下 現在變成20例上下 新加坡也是差不多每天20例 而越南4例 台灣1例 中國地區 中國地區他最近是沒什麼 每一天新增的很多病例 但是前兩天有新增了30例 一次爆發出來30例 但是這30例裡面 應該好像是29例都是境外輸入 也就是從海外飛到了中國 然後檢驗出來的 中國本土大概只有一例 而在中國疫苗施打部分 在世界衛生組織有收到的報告 因為中國是共產黨統治的黑幕鐵幕 沒有畫面 完全沒有畫面 所以說我們不知道實際多少 但是以世界衛生組織所得到的中國回報 每一天大概都是400萬劑以上的速度在施打 不過以老師在各個民間的好朋友 以及貴客的回報 老師估計每一天至少應該都有700萬的疫苗 在中國做施打 這樣的機會是比較高的 從以上我們看到了世界的疫情的發展 不難發現一件事 各國基本上對於新冠疫情的掌握程度 大概心裡都有譜了 要怎麼樣封城 該如何施打疫苗 大家如何分配疫苗 病患發生了 你要如何安置 人員你要怎麼調配 大致上你都很有經驗的 與去年同期大家都手忙腳亂 這是淚流滿面 恐懼不安的心態 其實已經差了很多了 所以人生也是這樣 很多事情我們當下都覺得很難熬很煎熬 但是基本上我們只要積極的面對與處置 想辦法去處理它 而不是逃避 那麼我們就可以不會像巴西這樣怎麼樣 一直處在瘟疫的環境之內難以自拔 而是可以漸入家境 面對困難都還可以游刃有餘 一回生二回手 以後就會不再犯 所以說人把問題處理好 這個是最重要的一個經驗 人生之路有兩個重要點的地方 第一個是跪在你的選擇 選擇對的道路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就是經驗 歲月雖然好 但是時光不會逆轉 每一天我們做好每一天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經驗 而經驗我們也可以透過學習 而得來他人的經驗 而你有足夠的經驗足夠的知識 那麼你當然可以做出更好的選擇 所以選擇跟經驗它是一個相輔相成 我們互相存在的一個衣服之間 把握每一天的當下 籌劃未來每一步的道路前進 而不要沉浸在過去的仇恨以及悲傷 誰沒有過去呢 誰沒有往事呢 但是過去亡者一役 往事都已經消散 未來過得好 才是我們人生圓滿之道 也是人生圓滿的法則之一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是陳老師 我們下次見